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听语焉讲故事 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快递爆炸案的故事 第二集,离婚再创业 离婚后的刘旭涛感觉一身的轻松,精神焕发 可是当他冷静下来一想,又担心了起来 因为秦山并不懂得同业的生产和经营 他会不会将生意作杂 从感情上说,同业公司是他辛辛苦苦做起来的 他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败露 于是,他主动找到了秦山 表达了自己想帮他经营公司 并且不收取一分钱的报酬 没想到,秦山却一口回绝了 对他说,婚都离了 我不想以你再游任何瓜葛 他是担心刘旭涛另有所图 刘旭涛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只好回到了父母的身边 等待时机再次创业 他意识到,要想快速致富 最简便的路子还是开同业公司 这是他最熟悉的行业 亲戚朋友都知道 他的人品和他在这方面的非凡才干 纷纷解囊相助 这样,他很快就筹集了50万元的启动资金 准备大干一场 在选择藏纸的时候 他颇费了一番脑筋 思来想去 最后决定将藏纸选在前妻那家公司的旁边 他是对秦山的经营能力 放心不下 心里想着 两个厂子挨着 他可以随时了解那边的情况 也好有个照应 修盖厂房的时候 他的父母来公司看过他一次 担心地对他说 秦山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你现在挨着他做生意 他会认为你有意跟他抢生意 以后要是再有点摩擦 他肯定跟你闹得是天翻地覆 你还是离他远一点 眼不见心不烦啊 刘旭涛却不以为然地说 你们想多了 我怎么可能跟他抢生意呢 我跟他离得近点 是想照顾他的生意 放心吧 我再也不会和他吵架了 刘旭涛的新公司 挂牌成立 藏旨离原来的公司不足500米 加上刘旭涛既懂生产 又懂得经营 公司成立不久 生意就红火起来 生产规模和产销效益 迅速超越前期那家公司 几年以后 公司成为了当地最大的从业公司 公司的产品十分畅销 公司里每天忙忙碌碌的 车来车往毫不热闹 而秦山的生意每况愈下 最后都难以维持 刚开始他得知刘旭涛在他旁边开了家同样的公司 以为他是为了报复他 故意跟他抢生意 后来他发现刘旭涛开辟的都是新客户 以前的老客户他一个都没有联系 此外 他还经常将自己忙不过来的大订单给他做 这时 秦山才对前夫的度量和胸怀刮目相看 才体会到前夫当年经营公司的压力和艰辛 而那些年 他不仅没有在生活上和工作上关心理解他 反而天天滋生事端 让他不得安宁 秦山开始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有了悔意 他俩虽然离了婚 毕竟以前的情意还在 刘旭涛经常会给秦山打电话 指导他一些生产经营方面的事 时间一长 倒是让秦山有点想入非非了 他觉得刘旭涛一定是旧情难忘 否则不会如此挂念自己 刘旭涛先前对自己的种种好 都浮上了心头 渐渐的 秦山就有了想复婚的想法 秦山找到了刘旭涛的表弟 表达了自己想复婚的意思 并请他的表弟做中间人 去探探前夫的口气 哪知刘旭涛得知以后 却果断地回绝了 在他眼里 没有什么比现在的自由和安宁更重要 他曾经为了离婚 连家产都不要 现在怎么可能再回到过去呢 当然 刘旭涛也不想让前妻难堪 他托表弟给前妻带话 说谢谢他的好意 希望他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遭到拒绝以后 秦山很生气 但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 找到刘旭涛的父母 恳求他们看在孙女的份上 劝说刘旭涛复婚 刘旭涛的父母 早就领教过秦山的无理取闹 本来不想去做儿子的思想工作 可是一想到孙女 他们劝说他跟秦山复婚 没想到这次 刘旭涛依然拒绝了 找到多次的拒绝以后 秦山的本性暴露了 他三天两头带着女儿 出入前夫的父母家 有时甚至直接去 前夫新买的房子 外面等 刘旭涛得知以后 一连几天晚上都不敢回家 父母便劝他说 儿啊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啊 你还是赶快找个对象 成家吧 后来 刘旭涛认识了 室内一家物流公司的会计 田文秀 两个人是一见钟情 刘旭涛很喜欢 田文秀的温柔贤 田文秀也喜欢 他的稳重体贴 两人交往了半年以后 便到当地的民政局 领了结婚证 刘旭涛担心前妻再次找上门来 不但没有举行婚礼仪式 而且还对外封锁了结婚的消息 这年秋天 田文秀到医院检查 确认自己已怀有身孕 他侵袭不已 打车直奔刘旭涛的公司 想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当时刘旭涛正在大门口 与人聊天 得知妻子怀孕以后 他不顾周人的目光 高兴地抱起妻子连转了三圈 还不时地在他胖嘟嘟的脸蛋上 清了几口 正巧秦山收账回来 从他的公司门口经过 看到了这一幕 他气得是扭头就走 秦山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里 他立刻给刘旭涛的表弟打了电话 问他刘旭涛是不是已经结婚了 他的表弟吱吱呜呜了半天 最后才说出了实情 那一刻秦山是气得咬牙切齿 一股难以抑制的愤恨涌上了心头 此后秦山经常看到田文秀 出入刘旭涛的公司 而且肚子一天天地大了起来 刘旭涛爱抚地 挽着田文秀的胳膊 经常俯身拍着田文秀的肚皮 和即将降临的孩子说悄悄话 这一幕深深地印在秦山的脑海里 刺痛着他那颗挫败的心 几个月以后 田文秀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 中年得子 刘旭涛是喜上了眉梢 整日满面春风 早晨来到公司上班的时候 老远就听到他跟门卫打声招呼的谈笑声 从得知刘旭涛结婚的那一天起 秦山就留意起他的行踪来 他每天经过刘旭涛公司的门口时 都会停下脚步 远远地朝里面张望 刘旭涛以田文秀出双入对的身形 深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 秦山再也没有心思打理生意 仇恨的火焰在他心中熊熊燃烧 他满脑子琢磨着 如何毁掉刘旭涛的幸福生活 有一天 他来到采石场 找弟弟商量事情 听到一声 窃山谷的爆炸声 一个罪恶的念头 瞬间窜上了心头 像榨山一样 炸死刘旭涛一家 秦山的弟弟 就是采石场的老板 他也能接触到 爆破所用的炸药和雷管 他决定给刘旭涛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他不和自己复婚 那么他就炸死他一家三口 不久 刘旭涛便收到了 四捆用来给死人上坟用的黄纸 很显然 是有人向他发出了死亡的威胁 他认为 这就是秦山所为 他对自己再婚的仪式 心里极不平衡 想用这种手段 发泄仇恨 但是 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随即 把黄纸钱扔了出去 秦山以为 刘旭涛收到死亡的威胁以后 肯定会立刻找到自己 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 可是 他万万没想到 苦等了几天 刘旭涛依然没有出现 他怒火中烧 连忙找到厂里两个寄人 让他们设法去炸死 刘旭涛一家三口 承诺 事成之后 给他们每人十万块钱报酬 并威胁他们 如果他们不干 就会丢掉饭碗 两个爆破的工人 害怕失去工作 而且 家里又十分缺钱 考虑再三 终于同意了 于是 刘旭涛收到一个 没有发见人明知的 神秘快件 事情真相大白以后 秦山 很快被警方带走了 就这样 两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就这么毁掉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